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就是超級喜歡看這些漂亮的刷色在手上 不論是口紅啊還是眼影帶還是腮紅這種刷色 在手上感覺都好療癒就是很漂亮 就是 HELLO大家好我是光管 今天這影片呢就是要跟大家講 我這兩個月大概7月中到8月這段時間的一些愛用品 那裡面呢包含一些美妝跟非美妝的愛用品 那如果對這影片有興趣的話 那建議繼續看下去囉 那一樣在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 別忘了給我這個影片按個喜歡 那留言訂閱分享囉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第一樣東西 好那第二樣用品呢 就是這上半年算是一個很夯的一個release 就是Natasha Dino他們家的這個bronze palette 這一個東西呢我覺得 如果你對他們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到我之前有一個完整的review的影片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點開那個看 我會把它放在這邊上面的地方 那大家可以點進去看 那這個bronze palette我最喜歡的地方 是一個它的整個formular 跟它的價格還有它的包裝 各方面綜合起來呢 我就會給它蠻高的評價 唯一一個小小的缺點呢 也是大家蠻多人都說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的配色上面呢 有一點過度的太統一 那如果有看我影片的人 應該也看到我的評論了 就是這樣的一個眼影盤 雖然來說它的跨度不是很大 變化不是很多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 當你想到你想要畫一個日常的眼影盤 或者是你想要畫一個 就是這種咖啡色調的日常眼影盤的話 你第一個就會想到它 而且裡面的顏色 絕對都是符合你想要的 它不會有一些跳色在裡面 那我為什麼會這麼喜歡它 有一個原因是 我現在畫眼影盤的習慣會比較接近 我想到的眼影盤 我就會想到某一個顏色 就非常符合這一盤的設計 就是我想到咖啡色 想到比較warm tone的色調 我就會想到這個bronze palette 所以這就是我最喜歡 最喜歡它的點 那再來大家雖然說它的顏色跨度呢 都非常接近就是那種咖啡色的色調 但我刷幾兩個 我覺得非常漂亮的顏色給大家看 它裡面也是 不是光只有bronze色調而已 那我就刷這個bliss 跟這個rhodium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個呢 是我一直以來都非常喜歡的 粉紅色色調的眼影 然後它裡面有非常非常漂亮的 綠色的偏光 就是這種顏色你打在眼皮正中 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偏光 然後是粉帶綠的 非常少女的感覺 那另外一個呢 也是不是算是bronze色調 就是這個帶紫的顏色 這個帶紫的顏色也是 它跟一般我們看到很嚇人的那種紫色 不是一種的 它是比較帶一種bronze色調在裡面 所以它也是日常妝 如果你想要畫稍微濃 一點點點點點的日常妝的話 這個加在眼尾的一點打亮 也是非常漂亮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我的那個影片 這兩個顏色我都有用到 然後再來它這裡面呢 有幾個非常日常的霧面色的粉質 也都非常非常好 就是Natasha Cynonna 它們家非常有名的這種霧面的粉質 這一二三四五個霧面色呢 都非常非常的實用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 喜歡畫日常妝 然後不是很喜歡跳色的人 然後你跟我一樣 習慣就是想到某個眼眼盤 你想到某種顏色的話 這盤眼眼盤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選擇 然後再來是如果你買過它們家前面這兩 就是這個系列前兩盤 一個是 Sunrise Palette 然後另外一個是 Love Palette 我只買了Sunrise Love Palette我沒買 但是它後面呢就是這種很簡單的 拿一個針呢就可以把它 這裡面的盤 DEPPLUS出來 那你就可以把你喜歡的 顏色做個交換什麼的 就可以組合成一盤 你非常喜歡眼影盤 如果你覺得它的誇度太小的話呢 你就可以跟那兩盤其他的眼影交換 好 那麼呢 這就是我這個月的第一個暗用品 好 那第二個暗用品呢 也是一個眼影盤 恰恰 如果大家對這盤有興趣的話 一樣呢 可以點我的測評 我這兩個月以來 就只測評這兩個眼影盤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 那這個是個開架式 Mableyn他們家 News of New York 那這眼影盤呢 跟剛剛那盤眼影盤一樣 它會是屬於 有同一種色系的 全部放在眼影盤裡面 不過這一盤 News of New York 比Bronze Palette 多了一點點的跨度 打開給大家看 它裡面呢 有非常完美的打底色 是Bronze Palette 裡面沒有的 那裡面有兩個打底色 一個稍微偏黃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 非常接近膚色 再稍微擺一點點的提亮 所以如果你是膚色稍微偏黃一點的呢 就直接拿這個 Artist 來當打底色就可以了 那你的 這個 Soulist 這個打底色就可以拿來提亮 那如果是相反過來的話呢 這一個 Artist 就可以拿來畫在Transition的部分 那這個 Artist 就拿來打底 所以這一盤呢 有兩個非常非常完美的打底色 那剩下的顏色跨度呢 它從冷的 像這一個顏色 它有一點帶紫 然後到比較warm tone的顏色 像是旁邊這個 稍微大顆一點點的這個顏色呢 是比較warm tone的 所以它就是一個neutral palette 但從暖到冷的都有 那它的薰紋的顏色呢 當然不像那小小的 你都拿得這麼的閃亮 這麼的你能注目 可是它是那種很日常很細緻 也不容易掉粉的那種粉質 這一盤呢 我唯一覺得小小有一點點缺點的 就是這一個self starter這個顏色 我自己畫起來覺得它 在我眼神上面比較顯脹一點點 我覺得這個顏色 比較不適合新手 那剩下的這兩個冷色調呢 也是有一點點新手不有好的 不過剩下的幾個顏色呢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也還是可以入的 那如果你是 在我影片裡面也說到 如果你是玩眼妝 玩妝容已經有一段時間 幾個月的話呢 這盤其實還是可以入的 它就是這裡面有稍微的幾個顏色 稍微有一點點難暈染而已 剩下的顏色都非常非常的完美 非常非常日常 就是上班通勤 上學上課都可以用的 那我就刷一下裡面的整個 Shrimer色跟Natoshi Zinona 那個稍微比較一下 那我就刷這一個我非常喜歡的顏色 叫做Dreamer這個顏色 然後再刷Fighter這個顏色給大家看好了 它是裡面稍微比較深一點點的 Shrimer顏色 不知道鏡頭照不照的出來 可以看到 這兩盤的Shrimer顏色都非常非常漂亮 但是Natoshi Zinona 也有比較漂亮的偏廣 但這兩盤顏色 就比較稍微單一一點點 就是它原本上面的顏色 加一點點亮亮的感覺在上面而已 但也是很日常 通勤可用 也非常漂亮的 這顏色真的很漂亮 就是這種Rose Gold的顏色 也是很青春少女的顏色 那這個呢 就是我這一個月給大家推薦的兩盤眼影盤 一個是開架的 一個是稍微貴架一點點的眼影盤 那就給大家做個參考 如果都是喜歡日常妝這種不要太誇張眼影的話 如果你是荷包出來深一點點的就可以買Natoshi Zinona 那如果是你想要節省一點錢在美妝上面 就想要簡單的買一盤通勤妝的話 Nyuseb New York我是非常非常推薦的 好接下來呢 就是腮紅的部分 這個月腮紅比較多 因為我前幾個月都沒給大家拍愛用嘛 然後其實上半年有遇到那個OTA的打五折那個活動 那時候呢 就買了一個blush 然後後來The Balm這個牌子自己又打了五折 那接下來呢 Pectry她這個牌子也是一個化妝師 她推出了她比較新的系列 然後那時候我就拿到了Sephra他們家的那個一百塊積分的 我就把這盤也拿下了 所以呢 這三個blush都是我今天要給大家做個推薦的 有一點點多大家就自己考慮 如果有想要買blush的人呢 自己看一下自己喜歡哪一種 那我首先呢 就是第一個是Pectry她的這一個 然後Cover FX跟The Balm他們家的這個Girl Powder三個腮紅 她這個三個腮紅都非常不一樣 我又跟大家講 首先從比較近的release的這個開始吧 這個Pectry她的現在還有 在Sephra還是可以拿得到 那這一個呢可以看到她的包裝 跟其他兩個很不一樣的地方是 她是看起來比較高級一點的包裝 就是我看網上說 很像Tom Ford的包裝 因為我自己沒有Tom Ford的東西 所以我不是很能跟大家講 她拿起來的感覺是什麼 不過她的外殼的確看起來很像 她是這樣子打開的 然後呢打開之後裡面有一個鏡子 質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雖然大家可以看這個包裝看起來質感很好 但她拿起來的重量並不是很重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的 如果喜歡把腮紅什麼帶出門用的 這個包裝其實是很輕的 大家不用擔心 那看起來也是蠻高級的啦 所以她就是 怎麼講 看起來有重量 但又不是很重的那種包裝 然後打開之後這個鏡子底下呢 就有兩個彩虹 一個是cream blush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一般看到的powder blush 那這一款很特別的地方呢 是她是先用粉 先疊在你的臉上 接著再疊加這個cream blush 它跟其他的這個cream blush不太一樣 一般我們用這種cream blush 我們是習慣先上這個在底下 然後再上一層粉上去定 但是她的網站上面有寫 先用powder 然後再用這一個 算是有點打亮的效果 那在我的影片裡面呢 是兩個都交替著用 就是我一個是照她的方法用 另外一個我就是照我一般的方法用 先用cream再用powder 其實用起來效果也是很不錯的 那這個blush呢 讓我非常驚豔的地方是 她交互使用不會打架 然後再來是她的持妝度也很不錯 再來是她的顏色呢 也是我個人認為非常討喜的顏色 就是很有元氣的那種顏色 我刷給大家看一下 這種腮紅就是有點稍微比較難刷開 可以看到手上這個顏色 非常非常元氣 我覺得就是各種 不論是你的膚色是白的 還是偏黑一點點偏黃的 都是可以用的一個顏色 然後她的cream blush呢 我等一下刷在手上可能會有一點顯色 可是大家不用擔心她刷在眼上之後很快 就可以暈揚開來了 就是她兩個顏色的效果 這個cream blush等一下暈開之後就是這樣帶一點點透感的 非常非常漂亮 然後可以讓你的臉上有一種膨膨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霧面的 但你有時候又想要加一點點膨膨感的 但又不是很喜歡那種帶有shimmer的那種腮紅的話 這一款我就覺得很推薦 因為你如果不想要今天有那種濕濕的感覺 你就帶用powder就好了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讓你的臉上 稍微更有光澤一點 就再加一點 這cream上去就會很漂亮 所以這個我也蠻推薦給 如果你想要找一個元氣的顏色的腮紅 然後又想要找一個cream在裡面的話 這我很推薦就是一個攤品裡面兩個都有 那她除了這個之外 我記得好像還有兩個顏色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一個是稍微比較偏紅的 一個稍微比較偏酒紅的 就看你個人喜歡 那我覺得這個顏色都非常適合亞洲人 就我現在喜歡這個顏色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接下來呢是 再往前推一點點的 這個Le Balm出的Girl Powder 我非常喜歡Le Balm他們家很多產品 因為他們家的產品都有很多這種 懷舊風復古的 算是雜誌封面的設計嘛 所以拿起來都有一種 穿越過時空的感覺 雖然我也沒有真的生活在那個時代過啦 可是拿起來就有一種復古感 所以這一個看起來你看就像一個車牌一樣 我覺得很好看它的包裝 然後再來是它打開之後呢 這樣子的三個顏色加一個打亮的腮紅 像這樣的腮紅盤呢 我就非常非常喜歡 其實Le Balm他們家的腮紅是 一直以來都是他們家非常熱賣 然後評價非常好的產品 那我用完之後也覺得 這三個腮紅非常非常好用 這個Le Balm的腮紅呢 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不能算是很嚴重的缺點啦 就是跟我其他兩個介紹的 腮紅比起來華燒有一點點的飛粉 那另外一個意思也就是說 它的顯色度會比另外兩個還要高一點 所以這幾個呢 腮紅這樣比較起來 就是看你個人喜歡 如果你喜歡顯色度很高 不要抵加太多次的話 我就會推薦Le Balm這個 那我們來講到這幾個腮紅 喔對啦 這幾個腮紅除了這三個腮紅之外 還有一個打亮色 這個打亮色它是帶一點粉色在裡面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很喜歡那種 帶粉的 就是不是跟你膚色太接近那種香檳色的 這種粉的你都不喜歡的話 這一盤我就不推薦 不過如果你是已經有很多香檳色的腮紅 想要找一個粉色腮紅來試試看的話 這一盤我很推薦 因為就算你不喜歡這個 剩下的三個腮紅色 你都還是可以用 所以Le Balm他們家打五折的時間非常多 之前在我影片介紹過 他們家每年至少會有兩到三次的打五折的活動 那打五折下來 這一個腮紅盤就非常非常的划算 那我現在刷色給大家看一下這四個顏色 他們家的粉子一樣都摸起來非常非常細 那都是純霧面的 所以摸起來是細細剛剛 但是一點濕的感覺都沒有的 可以看到刷在我手上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點粉跑出來 就是這四個腮紅顏色 可以看到我一般在手上四色腮紅的時候 通常都不會刷到這麼高的顯色度 但是這個你看一刷它的顯色度就還蠻高的 不過你不用擔心它的顯色度高 你會暈染不開 你拿刷子稍微暈染開一下 它就暈染開了 而且它的持久度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你喜歡持久度好 顯色度高 不用花太多時間暈染的話 我非常推薦Le Balm他們家的腮紅系列 尤其是如果你想試不同顏色的話 這一個系列的就是這一顆腮紅真的很漂亮 而且你看它的包裝就是真的非常的有設計感 好然後接下來我們就進入下一個腮紅 這一個腮紅呢其實已經紅了蠻久一段時間的 不過是一直到今年的Ultra它打5的我才入的 因為我一直覺得一個腮紅要三十幾塊 我是不是很懂 所以當時我就一直沒有下手 不過我拿到實體之後 而且它要打5折 然後我拿到實體之後 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歡這個腮紅 首先可以看到它的包裝跟其他兩個不一樣 它不是那種走可愛路線啊 或者是浮誇路線的 它就是一種低調奢華質感的這種包裝 然後是這種磨砂霧面質地的 然後就是這種白淡一點奶色的這種包裝 真的很好看 然後打開之後呢它是這種吸池的 前面兩個都不是吸池的都是要扣起來的 不過這種吸池就有一種淡淡的高級感 然後打開之後可以看到這邊就有個漂亮的鏡子 那下面呢它就是有兩個腮紅 一個算是打亮的腮紅 然後一個就是一般的霧面的腮紅 然後我買的是Soft Peach這個顏色 它這個C6就一共有三個顏色的樣子 另外一個是粉紅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更深的也是酒紅一點的顏色 那這個Blush Duo呢 有很多人說這一個亮色的用不當 但如果其實你很喜歡就在你的腮紅加一點這種 Blush Topper的人呢 這一盤真的很漂亮 而且有時候如果你不介意拿粉色的腮紅來打亮的話 就直接把它打在你的這個顴骨最上面 然後就可以讓你的顴骨看起來有點粉粉的感覺 就很粉嫩的感覺 那當然我是不介意把它疊在這個整個C字部位這邊整個疊起來啦 不過就是單純的疊在這上面是有一種很可愛很元氣的感覺 那我現在刷色給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顯色度 就沒有像The Balm的這個這麼明顯 我再刷一遍 疊刷一次 再疊刷一次就可以看到顯色度就稍微好一點了 你看它這個就是帶一點點芯的這種腮紅也是很漂亮的 就是這兩個顏色 是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如果你是很怕失手 然後或者是你是剛剛的進入美妝的新手的話 這盤我很推薦 因為它是不會讓你失手 你只要慢慢慢慢疊加都可以疊出很漂亮的顏色的那種腮紅 不會像The Balm這個你可能怕弄在臉上你可能要刷一段時間 還有可能會刷不開 不過我個人今天是不會啦 The Balm的腮紅還是品質很好的 刷一段時間都還刷得開 不容易結塊 就是我今天推薦這三個都是不會結塊的 所以都還是放心的使用 但是如果你是新手的話我更推薦這個 它是可以疊加的 不會讓你 噢一上去之後你還要花點時間把它弄散這樣子 然後一樣就是 這個腮紅的持久度呢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如果要我拿這三個持久度來比的話 它都是上班期間不需要補的了 但是如果你有在太陽底下出汗啊什麼的 Cover FX還是要補 但剩下這兩個我目前都還是不用補的經驗 就如果戴口罩什麼的它都還是能看到腮紅的存在 但是如果你口罩戴太久的話 這個可能就會有一點點的掉 那麼以上呢就是我這個月給大家推薦的 這三個腮紅有點小多 不過因為品項都不太一樣 就大家自己以自己的喜好來挑選囉 好的那漂亮的腮紅給大家推薦完之後 接下來給大家推薦唇部產品 雖然我一直覺得我自己算是一個眼影盤迷 可是有時候遇到漂亮的口紅顏色 真的也是會受不了 那我今天要給大家推薦的唇部產品呢 品項比較統一一點點 就是因為是夏天嘛 所以大家都很喜歡塗一些 看起來會讓嘴巴這樣嘟嘟感亮亮的 跟冬天會塗霧面唇膏那種感覺不太一樣 所以我今天呢就給大家推薦幾個夏天 雖然已經是夏季末了 不過因為是七八月最愛嘛 所以跟大家講一下我七八月最常塗的這種質地的產品 那給大家講的呢 就是我之前也跟大家講過的這一個TOWER 28的這個 Lift Gloss 然後還有我上次跟Mabelin News of New York 在眼影盤一起做評測的這一個 Mabelin他們家的Lift Gloss 那這兩個gloss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用 我今天嘴上塗的是Mabelin這一個唇蜜 我現在再Reapply給大家看一下 這種唇蜜的好處呢就是 完全不需要一個鏡子 你就這樣塗上去之後 然後稍微抿一下 你的嘴上就看起來會屬嘴嘟嘟的感覺了 這就是我最喜歡最喜歡唇蜜的原因 再來是唇蜜 它不會讓你嘴巴感覺很乾 其實像我這種有時候嘴巴會脫皮的人 一用唇蜜中就覺得嘴巴非常非常舒服 尤其是這兩個產品 它不是那種假潤的感覺 首先這一個Lifter Gloss Mabelin他們家的裡面有加 Hyleronic Acid 所以它就會讓你的嘴唇有那種飽水的感覺 雖然我不是很確定它裡面的劑量 是不是真的能夠讓你覺得你的嘴巴 使用那種豐盈的效果 可是TOWER在我嘴上我感覺起來 它是不乾的 而且也不是假潤 它在你的嘴上就是一點點重量 又不是很重 然後也不黏的那種唇蜜的感覺 那我嘴上這個色號是007還有Amber 但我目前屬上只有這個色號而已 我看了別人的測評之後 我還蠻想要入Stone那個顏色的 因為這兩個顏色都是屬於裡面 沒有那種glitter或是shimmer在裡面的 它就是很單純的就是亮亮的這種光澤的感覺 它不是裡面有顆粒感的 然後我個人不是很喜歡裡面有顆粒感在裡面 雖然我之前跟大家推薦過Fenty Beauty的Gloss Bomb 它裡面是有顆粒感的 不過自從我買這種沒有顆粒感 就是單純水光感的 唇品之後呢 就再也回不去 就是這種 Lip Gloss是真的超級超級超級喜歡 而且我覺得超級超級好用的 那如果對這兩個產品塗在嘴上 就是更實際更靠近感覺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到我的Instagram上面去看 那我的Instagram的賬號呢 在這邊跟大家說一下 我就在這邊給大家貼一下 大家可以自己去參考一下 我常常會在裡面貼一些美妝相關的東西 眼影牌、唇膏、腮謊、直接裡面都有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平洋的話 一些日常妝容什麼的 那今天我就給大家刷一下 我這兩個我最喜歡的 Lip Gloss 首先給大家看一下 Maybelline這一個 Lip Gloss 它是這種 真的很像Fenty Beauty的那個 Dough Food Applicator 它上面就是很大一個 然後帶一點毛的這種 然後一刷 像我這種嘴巴、嘴唇很厚的 一刷上去之後 整個嘴唇都是能刷滿的這種 這種大小 可以看到一看就是這種亮澤度 很高 超級超級超級爆炸霉的這種亮澤度 光光在上面的時候 就覺得你的嘴唇 非常非常嘟嘟的亮 然後它的顏色呢 也是那種很日常的顏色 它不是那種大紅色啊 酒紅色啊 就是你配任何眼妝 它都可以很輕易handle的住的 這種顏色 像我今天眼睛上面 擦這種綠色的 然後搭配一個這樣子 稍微日常一點的唇色 就很好看 我自己覺得啦 那如果你是比較日常的眼妝 就是咖色的 甚至是你只畫一個眼線 我覺得 畫這一個唇膏 也是完全沒有違和感的 好 那另外一個Tower 20的這一個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它的效果呢 跟Mabelline這有點不一樣 是它的透感比較重 所以不用看它這個 高體看起來好像很深 事實上沒有像 它高體看起來這麼深 它塗起來之後呢 就是會 顯露出你 嘴唇原本的唇色一點點 它就是那種透透的感覺 所以不用擔心說 喔 塗起來會是很誇張很誇張 那種紅色 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跟 在這個管子裡面看起來這麼紅 但塗起來之後 它的透感呢 也是很漂亮的 它沒有那麼的誇張 然後一樣它跟 Mabelline的唇膏 都是這樣子 會有那種 很漂亮的摺色在裡面 但裡面 沒有半點的顆粒在裡面 就讓你的嘴唇 會看起來很舒服 那我稍微比較一下 這兩個 它們兩個都是 帶有一點點那種 甜點香味 但不是那種很甜很甜很甜那種 就是 Too Faced它們現在那種甜度 沒有到那個程度 它就是比例要降低一點點 這一個呢 會有一點點像是 Cinnamo 加上 Vanilla 的那種味道 我形容都可能不是很正確 因為我對這種甜點的香料 真的不是太清楚 但是 會覺得 會有點接近肉桂 我也覺得 不是很喜歡肉桂的人 買的時候可能要小心一點點 可是因為它的味道 它都過了十幾二十分鐘之後 就沒了 所以如果你可以忍受十幾二十分鐘 在你嘴上的話其實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那這個 的味道就更好聞的 它的味道是很像 Ice Cream Vanilla Ice Cream的味道 我覺得Vanilla Ice Cream 這世界上應該沒有人不能接受吧 你說吃愛不愛吃倒是還好 但是聞起來應該都是OK 而且它的味道很淡 然後也是要塗在嘴上過了十分鐘 我記得它消失的時間 比Maybelline還要快 所以如果你不是對味道很 喜歡有味道在你唇上的話 我覺得這一款是更適合你的 那它們兩個價格其實差不多 我記得如果在歐塔買的話 它這個是8.99 在Dragstore我買的話它是6.99 那這個Tower 20A大概是10塊左右 所以價格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在嘴上的感覺跟持久度的話 我覺得持久度久一點的話 是Maybelline這一個 但是舒服度的話 我非常喜歡Tower 20A這個 它的感覺非常非常的薄 非常不像Lip Gloss的感覺 那Maybelline這雖然也很舒服 但還是有一點點重量在嘴上的 那它們兩個都是完全不黏的 非常漂亮 可以看到我嘴唇是沒有 拔絲的感覺的 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對然後最後一個提醒 就是這種Lip Gloss 都不要想它的持久度能多久 像我說Maybelline算久一點 但你也是在講 只有講話的狀況之下 它能夠持久 你一旦喝東西吃東西後 它們就都是會不見的那種formular 我跟大家說 我非常想買Maybelline其他顏色 我甚至想多薄幾個顏色 那我非常喜歡Tower 20A這一個 所以我呢最近就是Sephara不是打折嗎 那我就又入了它們家這個橘色的 然後它們家還有出一個小set 就是它們這兩個加起來 這樣子一個set 所以我就把它們家的這一個系列 所以算是包了三個顏色 然後又買了它們家的這個非常紅的這個 呃...腮紅加上唇膏系列 它就是唇甲兩用的一個產品 我覺得拿起來非常好看 然後帶出去也很方便 然後隨時是 它那種高體的買 就沾了自己也可以用 我今天臉上用的是這個 光澤感也很夠 如果喜歡光澤型腮紅的話 這個也很漂亮 不過因為這幾個 我這個月都沒怎麼用 就是... 才剛買沒多久而已 所以我沒辦法給大家做一個比較完整詳細的解說 不過... 因為用了這個超28的這個紅的這個spicy顏色 這我會非常喜歡 所以就跟大家講一下我入了這幾個其他的產品 那如果之後我還喜歡 會在下個月愛用 或是之後的愛用 跟大家再多做更多的詳細解釋 那就敬請期待 好 講到美妝了之後呢 跟大家講幾個skincare的產品 那第一個 剛剛大家講的skincare的產品 就是七八月 大家一定會用到的東西 就是防曬 那呢 我這兩個月用完了一個防曬 就是clinic 他們家的這一個 算是物理防曬 那這個防曬 spf是有50的 那一樣 UVA UVB都有防 那麼這一個防曬呢 我覺得非常非常非常好 尤其是以物理防曬來講 它稍微... 它剛開始上臉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一點點白白 不過過了幾秒之後它就不見了 然後它在你臉上感覺也很舒服 它雖然不是像化學防曬這麼這麼的水感 可是它的黏度呢 跟它的持久度 或是在你臉上各種舒服的感覺呢 都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你在找一個物理防曬 然後一直苦於找不到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防曬 它裡面是不帶任何顏色 就是它沒有修飾膚質的效果 我已經怎麼用完了不知道擠不擠得出來 它是純白的 好吧是一滴都擠不出來 就知道我多愛用它了 就是我只要是 出門久一點的話 我一定都會用這個防曬 那它的防曬效果也不錯 然後它裡面是完全完全沒有 添加任何香料相近的 它是100% fragrance free 所以你就可以很安心地用 尤其是對香料過敏的人 我覺得如果你是膚質比較容易過敏的人 這款我也很推薦 推薦給它找物理防曬的人 非常非常好用 那我覺得它CP值也是算非常高的 好 下一個Skin Care的產品呢 是Drunk Elephant 他們家的這個Body Lotion 先跟大家講這個Body Lotion 其實我才剛才沒多久 就是Safra打折的時候買的 可是真的太好用 我太喜歡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放在我這個月愛用 這個的味道呢 就是杏仁牛奶的味道 或是你很喜歡杏仁豆腐 杏仁豆腐的味道 那我個人是非常非常喜歡杏仁牛奶 跟杏仁豆腐 這是我這輩子最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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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甜點 那這個杏仁豆腐的味道呢 如果你很害怕杏仁豆腐 或是杏仁牛奶的味道 也不用耐心 因為它塗在你手上 你把它塗開之後 塗在腳上 過眉兩碼之後 它的味道就沒了 所以簡單的說 它塗在瓶子裡 你這樣聞會有味道之外 你放在手心上面 大概過個幾分鐘把它 幾秒鐘把它塗開之後 它的味道就沒了 所以如果你過年要非常喜歡這個味道的話 你要趕緊趁它 就是擠出來的時候趕緊聞一下 然後再把它塗到腿上 不然的話它的味道很快就消失了 那除了它的味道之外呢 我也非常非常喜歡它的滋潤度 還有它的CP值非常高 它雖然這一瓶小小的240ml 要價要25美金 但是它每一次擠出來 都只要一點點就可以塗完你全身 像我的小腿啊 這麼粗 然後我的手臂這麼粗 但是每次都只要一個米粒 就可以塗完我的小腿 然後另外一個米粒 再塗另外一隻小腿 我之前用的身體乳 通常都是要擠一大拖 大概50塊硬幣左右 才能塗完一隻腿 所以它的CP值非常非常高 而且塗起來之後完全不黏 它吸收的速度也非常非常的快 雖然是我之前塗過說身體乳裡面 我覺得這個可以排進至少前二喔 對至少有前二 我覺得不輸 我非常喜歡歐蘇丹的那些身體乳 而且它的CP值又比歐蘇丹身體乳那些都還要高 所以如果你在找一個身體乳 你人又生在美國的話 我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到Safart店裡去試聞看看 或者試用看看 對現在疫情期間 所以大家試用的時候還是得小心一點 不過就是非常喜歡這個產品 所以在這邊推薦給大家 好那最後的最後呢 是幾樣有關頭髮的產品 那這三個產品呢 有一個呢是入了蠻久 有幾個月了 然後這一個是剛入的 那這個也是有一段時間的 不過它很小品 所以很快就用完了 那跟大家講一下這一個 就是看起來平淡無奇的 Tanko T-shirt他們家的書籽 非常好用 我是看了一個也是亞洲Youtuber推薦的 然後看到推薦完我就很心動 然後我就買了 因為我這一個他們家的兩個書籽 一個是隨身攜帶用的那種打開的 然後另外一個呢是一種比較彎曲的書籽 就是一個很普通的這種壓克力塑膠的書籽 不過書籽出來出奇的效果好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它的整體的設計 有短長短長的設計 再加上它的這個硬度呢 又是剛剛好適合我們這種 細軟長髮的 所以我才特別喜歡 不過只要每次洗完頭 濕濕的頭 這個肯定梳得開我任何的打結 然後如果是平常乾乾的梳 當然是稍微費力一點點 因為它這個是 好像是做給要給濕的 就是頭髮專用的 可是拿來梳乾的頭髮還是OK的 稍微難梳這麼一點點 不過還是很OK 就是尤其是跟大家講 如果你是那種洗完頭髮 每次頭髮都打結亂成一團 然後髮織跟我一樣 這種洗完髮織 我很推薦大家可以試一下 這個書籽也不貴 應該是大家可以複合的範圍 如果你捨不得買的話 大家可以等到Sephora打折的時候 可以入一個來試試看 真的還不錯用 那下一個呢 這一個是 我之前本來看一個YouTuber 好像是同一個 就是推薦那個書籍的同一個YouTuber 我到時候會把它的 詳細的 就是 資訊貼一下下面給大家看 那它 之前推薦的是 Briogeo他們家的另外一個 就是一樣這種洗頭的 拿來刷頭皮的這種書籽 但是呢 因為我後來上Sephora的官網去看 就是關於Briogeo這一模一樣的書籽 大家都覺得那個書籽不是太好用 那我就覺得 如果是要花這麼多錢買一個 就是洗頭髮的書籽 我真的有必要 就是 花在這上面 然後又不確認它到底好不好用嗎 所以呢 我後來就趁Sephora打的時候 看到這一個Sephora 它很比較自己粗的 同樣一模一樣效果的東西 然後我看它的評價 比Briogeo那個還要高一點 於是我就入了 然後我買回來之後 真的覺得非常的好用 怎麼講 因為我是那種 平常有時候 不小心就會拿指甲 然後刷到頭皮的人 然後有時候就會 不小心把自己頭皮刷爆 然後有時候就會 你知道你說頭髮如果 不小心裡面長一個痘痘什麼的 或者是你的頭髮裡面 就是皮 感覺有時候比較薄 然後你 一用力輸過去 覺得啊好痛 然後有時候 你會覺得自己的 手指腹啊 是不是好像有些地方沒有洗乾淨 當然這時候如果 你有這一個刷子 它不但能幫你清潔乾淨 而且也不會讓你感覺得到痛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 是這種細軟長髮的話 捲髮我不是很清楚 你用了會不會好用 不過如果是細軟長髮的話 我很推薦買這一個刷子 來試用看看 它的CP值也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像我們這種 有時候像這種地方啊 就是後腦少的地方 你有時候頭髮太多 像我們這種頭髮 一弄上去 頭髮都集中在這裡 然後你也不然 到底有沒有刷進去 你用一下這個 然後你馬上就可以刷到 你的頭皮的最深處 所以我非常推薦 這一個刷子給那一些 跟我一樣就是 有時候指甲會刷到頭皮 那種自己很痛的 或者是你不太會 知道自己哪裡 有洗到哪裡 也沒洗到的人 就推薦你買這一個 我覺得CP值還蠻高的 這種刷子 來刷你洗頭的時候 刷你頭髮 OK 最後最後的一個產品了 是Briogeo他們家的 這一個 Reparative Living Conditioning Spray 顧名思義 它就是一個 Spray 所以你在洗完頭髮之後 如果你是要跟我一樣 長期要自己吹頭髮 因為我是每天洗頭 每天都要吹頭髮的人 有時候你就會覺得 喔自己頭髮 是不是髮尾會受損啊 那這裡斷那裡斷啊 然後有時候 就算頭髮梳開啦 你還是不確定自己頭髮 吹完頭髮之後 會不會很乾澀的人 那你就可以 先用這一個 先噴在你的頭髮上面 不但會讓你的頭髮 刷起來很柔順 再來就是 它能夠讓你的頭髮 吹完之後 不會這麼乾澀的感覺 我很推薦給 就是跟我一樣 就是頭髮已經很長很長的人了 然後你倒覺得 尾部很乾很乾 那你又覺得 那種髮油很油 你不想用髮油的人 我就很推薦這個 它不是油的 它會讓你的頭髮 產生一點光澤 然後 讓它感覺又比較好 舒開的這種Spray 好啦 那麼以上呢 就是我這一兩個月的美妝 跟稍微不偏美妝一點的愛用品 那麼最後呢 我想在這邊給大家推薦一個美具 記得我好像在這一年開頭的愛用品的時候 跟大家講我都要給大家推薦一些美具 不過因為已經跳過好幾個月了 所以我在這邊就小小的給大家推薦一個好了 我怕大家也不愛看這個 不愛看就跳過去其實沒關係 好 那我給大家推薦的美劇呢 叫做Better Call 所以我到時候會把照片貼在這裡 那大家可以去看 它應該是已經演到第四季還是第五季了 它裡面的劇情呢 會我覺得很貼近這種 人的一種光亮面與黑暗面在那種 交織打在一起的感覺 如果大家看過House of Cards的話 它是比較偏政治面的 但我覺得它是比較突顯出 人性黑暗面那一面的一種美劇 不過這一個美劇呢 我覺得它是集合搞笑歡樂黑暗 人的這種兩面性呢 來做的一個美劇 那我覺得非常非常好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它是另外一個美劇的續集 如果大家有看另外一部美劇 我一樣把它貼在這裡 如果大家有看那個的話 它比較算是它的一個在接下去的美劇 那我覺得非常非常好看 我甚至喜歡這一部 甚過於它上一部的那一個 好 那麼呢 這就是我這兩個月要給大家推薦的東西 一樣 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呢 一樣給我留言按讚訂閱分享 如果有任何想問我的 或是關於這一集的任何一個產品 有任何問題的啊 或什麼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最後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呢對美妝的興趣的話 可以到我的Instagram上面去看一看 一樣就是把帳號名稱貼在這裡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囉 那麼就這樣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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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別人一起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你可以來看 會嗎 應該可以 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